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23 众手周知,最新的中国女排在宁波北伦这边备战市井赛 期待拿到更好的成绩 而在这期间呢,我们女排内部也传出三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消息 每个消息对于中国女排接下来的市井赛真诚 甚至是未来的发展也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下来想和大家具体分享一下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中国女排的球迷看到下来的视频 谢谢各位 首先第一个消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赖亚文上任悬念揭开的一个情况了 就在最近我们看到了排管中心的主任李全强到领退休 那么接下来他这个位置也就空缺了 也就意味着中国排球的掌门人需要有一个新的人物来掌管 来决定我们中国排球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 所以在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那么很多球迷也都期待着说 接下来赖亚文作为我们曾经中国女排基本的工训人物 以及整体长期有一些丰富排球工作的一个经验的一个主要负责人呢 那么接下来他是否能够取代李全强来继续掌管我们中国排球呢 从目前来看很多球迷呢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期待确实非常正常 赖亚文在过往呢 是我们中国女排非常主要的一个人物 也跟随郎平工作多年 对于我们中国排球 尤其是中国女排的一个发展呢 应该是非常清晰 由他来去上任这个岗位呢 当然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 但从目前来看呢 考虑到国家提议总局这边呢 还没有做出正式的一个巨星人事安排官宣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这边呢 还是要等待一个最终的关心结果 在这个结果出来之前的话 那么很多球迷呢 还是不要轻信网络上那些传言 第二个消息呢 要分享一下张长宁新身份官宣的情况了 大家知道在最近市井赛的备战当中呢 张长宁和朱婷呢 都没有能够去出战这一次的市井赛 因为伤病的原因呢 非常遗憾的缺席了中国女排这一次的比赛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 虽然说缺席了中国女排市井赛的一个备战 还有后续的比赛 但是张长宁这边呢 其实也一直呢没有停下来 他作为我们中国女排现役的一份子呢 他也在自己的一个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呢 做好自己的一个工作 继续发光发热 以一个女排人的身份呢 做了更多公益的活动 就在最近呢 根据联合国这边的一个最新官宣的消息 我们可以看到了张长宁呢 也是成为了一个公益宣传的一个工作人员 那个推广大使的身份 联手联合国这一次呢 进行相关的公益宣传来做好他的相关的一些社会责任的工作 那么很多球迷在看到了张长宁这样的个新的工作之后啊 其实呢也为他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虽然他现在不能够现身球场 但是作为中国女排的一份子呢 他能够去现身说法 能够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去做好公益工作呢 其实对于中国女排而言也是一个很好的贡献 第三个消息在大家分享一下 吴孟杰呢 有可能确证市井赛的事情 那么就在最新的很多球迷非常关注 我们二队的吴孟杰这一次是否能够持援一队来参加市井赛呢 毕竟在之前的亚洲杯当中 吴孟杰作为主攻手表现相当出色 大家自然期待他能够联手林营呢 提升我们的整体火力 但从目前来看呢 吴孟杰呢 已经在社交平台当中更新了最新的一个训练动态 动态显示他现在呢 还处在菲律宾这边参加拉链 考虑到现在中国女排的市井赛的日程非常紧张 在25号就要开始 那么吴孟杰接下来赶回国内了 确实比较仓促 而且呢 时间也是显得比较着急 而且也没有和中国女排的提前参加拉链 见爱了呢 有一些媒体就分析说 接下来吴孟杰呢 去和我们中国女排参加市井赛的一个希望呢 就没有那么大了 当然目前来看了这些分析 也只是外界的一些猜想而已了 那么最终的结果还是要以官方官宣的名单为准 我们最终也期待吴孟杰呢 真的能够啊 和我们中国女排一起呢 争战获得更好成绩 好了 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天后 拜拜